6月21日 郭富城蔡卓妍陈晓东出席香港电台数码台宣传 广播处长张文鑫与郭富城担任主理嘉宾 当年还在唱片事业起步的郭富城 是因为张文鑫当年的帮助才得以出头 所以时至今日 郭天王还是感激于心 1994年 四大天王更在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上 第一次合体同台合唱之后 多年来四人很少有合作的机会 对此Aaron无法保证四人再有合作演唱的机会 其实大家都成长了 然后彼此之间我想 对我心里面的郭富城来说 不像那么以前的四大天王的里面 为了工作那么激烈 那个时间在音乐上面的部分 我觉得在现在来说 我觉得音乐应该要培养一些新人出来 合唱机会不敢失望 但近来有当导演计划的Aaron 目前正在构思剧本 这一演员方面甚至大胆地想以友情牌 请出另外三位天王来一起合作 因为最近我想了一个剧本吧 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够可以当导演 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 就请另外三位天王来此合作 大家请问三位天王 感情都不得生吗 有性价 阿萨以6月20日发行最新个人专辑 对着阿萨表示销售数字不是他最在意的 反而此次在微博上看到歌迷对歌曲回馈 并表示好听 取代以前只是赞美他的造型 这个转变让他非常的感动 TWINS继前年发行专辑后 两人就一直是单非形式发展 阿萨表示TWINS一直都在 只是目前是以发展自己的事业为重 并表示两人并非没有再次合体的可能 其实TWINS一直都在 只是现在因为我们两个都长大了 所以希望可以有多一点自己的东西去发展 公司一直都有这个计划 但是如果要开演唱会 你还得要先出一张专辑吗 一阵子位在香港有活动的陈小冬之前都在台湾拍戏 日前更被拍到于台北内湖花了上亿台币买了大房子 他就表示都是为了原妈妈的梦想 上海北京都有制产的他 更说房子大的好处就是未来结婚都不介意和妈妈一起住 加上最近在台湾正在上一道偶像剧传出捷报 看来小冬在台湾立业成家的计划就只差婚姻这一步了 就是因为家人喜欢嘛 因为这个也是我妈妈多年来的心愿 她虽然在台北长大 但是她其实没有在台北生活过 所以她这一趟来 她一边在看我拍戏 一边在想会不会有一天在台湾也可以有一个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